這裡明明是200萬的Yaris 沒有人理我 回頭率是零 然後我還遇到一張Focus ST 我在旁邊給它空吹一下 竟然不理我 我跟他講我是手排的Yaris 然後就不理我 完全無感 但是車主很喜歡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蘭尼克 之前我曾經試駕了Toyota Autis的GR Sport 在Toyota的原廠定位來講 GR這個品牌似乎對於多數的觀眾 似乎還是相當的陌生 所以說他們對GR Sport的定位上面 稍微有一點誤解 那我身旁這一輛這個Toyota Yaris GR MN 這個就是GR品牌裡面 這個最勤健頂級的一個車款 那當然這個跟這個GR Sport 會是截然的不同 那這個過去的GR Sport 主要是外觀GR化了之後 然後他換上一個比較偏向運動的這個輪胎皮 然後再來這個在底盤懸吊方面 經由GR的工程團隊呢 稍微的提供了一些意見之後呢 他也提供比較運動化的一個設定 這輛這個Altis的GR Sport 事實上他整輛性能操控方面的動態呢 就已經跟一般版本就截然的不同了 那當然今天我身旁這輛這個GR MN 既然是已經最旗艦的車型呢 他是這個歐規的 歐規的 那在歐洲販售的話總共只有400輛 那這一次也是藉由貿易商 貿易商把他從歐洲引進到國內 那當然我們CA社團也是神人所在之處 所在之處 所以說馬上的馬上的也真的是交車了之後呢 馬上就提供給我們這個CA的平台 算是國內首度的一個正式的曝光啊 我個人本身也是非常期待GR MN 到底開起來會怎麼樣 因為我第一次看到GR MN的YARIS 是在這個日內瓦車展 那時候說實在我對這輛車真的是 還滿有點抱著這種戒慎恐懼的心情啊 因為我光想到它的售價 基本換算台幣的話基本是超過200萬 那但是呢在日內瓦車展看實車的時候呢 外觀真的非常的不起眼 除了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這個GR相關的貼紙之外 然後17秤的輪圈 然後配上這個Polistone R1050A的這個性能跑胎 然後再加上這個從車尾看過去的話呢 它有這個算是中初的一個排氣尾管 再加上一個尾翼 這些東西看起來好像沒什麼 然後再坐進了這個所謂的暴力壓的內裝之後呢 除了那兩張跑車座椅非常厲害之外 事實上我看了內裝真的很懷疑 這個車到底該怎麼賣 畢竟它真的是200萬的YARIS 你講出去可能一般路人都會覺得你崩了嗎 但是它的身價就這麼高貴 所以我在期待的就是它開起來到底會如何 所以說這一次呢 這一次也經過車主的這個算是 默許好了 因為畢竟我身旁這輛車幾乎是新車 幾乎是新車 目前里程數還不到1000公里 而為了要試駕這輛車呢 我特別跟車主情商啊 這次讓我特別開久一點 開久一點 那也多一點時間 跟這輛車相處 基本上就有更多的一個感受 那當然連車主 事實上他在開的時候呢 他也跟我講了 第一天 他就覺得這輛車 好像不怎麼樣 今天花了200多萬的時候 就是開在社區開的時候 他覺得好像跟自己的期望 有點大的落差 當然我也跟他討論了很多關係 是不是我們對這個GR M&M的期望值太高了 後來呢 又隔了幾天天氣好了之後呢 他又去找了一個時間 努力的開了一下 他回來跟我講說 他對這輛車完全的改觀了 因為這輛車真的是 如他預期中的 超級快 也像許多車迷期待的 就可以稱它為 暴力壓 那當然 聽他這樣講的話 我心裡也安了一半啦 所以說在這次試駕的時候呢 一開始的時候 我也是先慢慢的開啦 他在自軀駕駛的時候呢 真的就是像一般的這種 小型先背車的手排車 沒什麼兩樣 只是他的避震器 稍微硬了一點 跳了一點 因為他是全部軟硬不可調 另外呢 1.8機械增壓 畢竟是機械增壓 機械增壓 他的動力輸出曲線呢 比較平順一點 平順一點 並不會像這個 第二代暴力壓的話呢 他是採用1.5跟3缸渦輪引擎 那動力又更大 所以說那個應該會更狂暴一點 但是第一代呢 從我看到外觀 再到這個內裝 再到實際開的時候 我了解到了一點 我真的覺得這輛GRNN的YARIS 真的是這個GR團隊工程師為主的一輛作品 你不會在這輛車上面看到什麼 主被動安全的這些電子系統 你不會看到許多 華麗豪華的這些材料 這輛GRNN為什麼會這麼貴 完全就是他們把它調校成 今天開起來會非常非常的有樂趣 再加上它的底盤性能調校 確實也是其他車款沒有的這種感覺 之前我試駕的這種所謂的GR SPORT 這個雖然也是GR工程團隊調校 但是呢 它就只有往運動方向調一點點 但是這輛車GRNN我必須要說我扣不住它 或許是我開的時間不夠久 我在試車的時候 在一個允許的環境之下 我曾經把這個轉速拉過5000轉之後 確實進入了另外一個世界 那個動力 源源不絕出來的那個動力 真的是讓你覺得 這輛車整個好像就醒過來了 真的有很大的一個轉變 然後你再可以想像它真的是全部的機械化 現在這個這個車子用了很多電子化配備之後 真的有時候駕駛樂趣都被這些電子設備給限制住 而這輛GRNN的YARUS沒有天窗 只有那張跑車座椅 跑車座椅也沒有電動 全部都是手動的 只可惜我還是很期待 我接下來如果還有多一些時間 能夠再試一下的話呢 它的彎道的極限 真的是我剛才這段的試駕路程 我真的覺得還有很大很大的一個極限 可以讓我去挑戰 不過畢竟是在這個 一般的道路上面 我們潛藏體驗就好 它真的很厲害很厲害 如果未來 各位還有機會在路上看到 這輛小鴨 暴力小鴨 你千萬不要貿然的去挑戰它 這輛車我必須要說 它就是工程師的一個結晶 而不是你們想像中 它是一個非常豪華的一個 性能猛爆的鋼炮車 最後我還是跟各位講 今天它既然是 擁有兩百萬身價的暴力啊 我還是讓各位看一下 它所謂的豪華配備有哪些好了 首先它有一個左右獨立 電腦恆溫空調 好再來它的這個所謂的內裝的方向盤啊 椅子啊 這些都是GR專屬的這個配件 再來我覺得最新科技 最接近科技的這個配備啊 就是它的這個倒車顯影 這個在我倒車的時候是非常的訝異啊 竟然它還有保留這個 因為它事實上真的是 完全完全純粹的機械 那當然你現在如果還要再買這個 一代的暴力啊 這個YARUS GR-MN的話呢 說實在的你還是只能透過這個貿易商 然後從國外去尋找 那當然這個歐洲有400樣的配額 那一台已經到了台灣 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可能還要請這個 國內的這個貿易商去找找 那當然國內產品最關心的大概就是 國內這個核泰啊 會不會引進二代的暴力啊 那我這邊呢也只能跟各位說 不是沒有機會 而且他們確實有在評估 而且呢事實上我這邊的馬路消息 事實上他們都已經在了解 哪一個規格配備會是最適合國內的消費者需求 畢竟在二代的這個所謂暴力壓上面呢 它除了1.5三缸渦輪引擎之外呢 它還有另外是1.5自然機器的四缸配置CVT電速箱的這個配置啊 當然我是覺得這個配置CVT的這個部分呢 應該可以省略放到一邊去了 絕對是只要有人有興趣 對這個暴力壓有興趣 絕對進最頂尖的規格 你要Carbon的這個屋頂 然後你要最猛爆的1.5三缸渦輪引擎 四輪驅動 這樣的配置呢我相信 國內還是有很多這種喜歡性能操控的這些潛在買家呢 會不論這個它的價格是否划算啊 畢竟現在要有一輛開起來有趣的車子已經越來越少了 那我也想要期待這個國內的總代理核泰機車呢 能夠真的真的把這個二代的暴力壓引進國內 我是來尼克我們下次見掰掰 200萬的Yaris 貼紙大扣分這個貼紙真的是 這個貼紙真的是台灣貼可能都比原廠好看吧 我最喜歡的最喜歡的大概就是它的這個雨刷 它的雨刷竟然是一根的 一根的雨刷這個真的是 你要講康達也可以 但是它明明是這個WRC好不好 一根雨刷這個真的很屌 我開在路上 這明明是200萬的Yaris 沒有人理我了 回頭率是零啦 然後我還遇到一樣那個Focus ST 我在旁邊給它空吹一下 現在不理我 我跟他講我是手排的Yaris 然後就不理我 完全無感 但是車主很喜歡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